最近我后台啊,很多人就来问我辉瑞特效药的这个事啊,很多人啊,就说,司令能不能帮我们搞到一盒辉瑞特效药,毕竟你在美国,对吧,据说这个药啊,在你们美国是一种烂大街的药啊,是吧,真的假的啊,或者说你看我们国内卖这么贵啊,卖2000多一盒啊,是不是,哎,这个药啊,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是吧,哎,有的人说在加拿大哪有不要钱,真的假的,今天啊,咱们就来具体的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辉瑞特效药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啊, 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特效药啊,其实不像大家想的啊,它不是一个大家想象中的啊,治愈新冠的药物啊,它是一种阻断药物啊,它是防止病毒的啊,再复制啊,这就能阻止有效阻止你从重症啊,变为就是怎么死亡,或者说由轻症转为重症,它就类似于这么一种东西啊,那咱们就先来说说啊,西方呢,啊,这个药呢,卖什么价钱啊,我知道很多人就说啊,这个咱们重症啊, 中国现在这个药是多少钱,2900一盒还是2300一盒啊,很多人就说这个药贵啊,说这个药就是来割韭菜的,我跟你讲啊,这个药的价钱啊,其实欧美啊,比这个还贵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个药在美国的定价是多少钱呢,在美国的定价是539美元一盒,啊,在澳大利亚是多少钱呢,在澳大利亚是1159澳币一盒, 差不多和5000多人民币一盒,美国这个是和差不多将近4000人民币一盒,然后欧洲呢,和美国的这些发达国家呢,主要差不多吧,就是600到700美元一盒,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价格啊,所以说,那我们中国是2900一盒,其实价格是比他们要低的, 而且辉瑞它是这样的,它在出口的时候啊,它是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说啊,只要是说你被列为那种极度贫穷的国家,就是比如说不发达国家啊,那给你就很便宜啊,或者是有一些啊,地方它甚至是啊,采取这个赠送的方式啊,可能会援助一批就那种极穷的国家,大量的国家呢,就是会可能卖的很便宜啊,50美元一盒啊,是吧啊,或者是几十美元一盒啊,这个具体咱就不知道了啊,但是中国呢,并不在这个,就是这个, 就是中低收入国家里面,你知道吧,因为咱们中国嘛,你从GDP来算,人均已经一万多美元了,对吧,已经摸到这个发达国家的门槛了,而且其实西方大量的国家也并没有把咱们中国当成这个,呃,不发达国家,或者中低收入国家,而且咱们中国人自己也经常说嘛,对吧,外国人来赚我们的钱,我们有的是钱,或者怎么怎么样,啊,自己也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中低收入国家,啊,所以说,啊,差不多吧,给咱们定的这个位置啊,就,他给咱们定的这个价钱啊,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位置,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位置啊,不如西方的高,但也不如中低那么低,因为他这个药啊,他这个新药,因为大家都知道新药是有专利保护期的,那没办法他在专利保护期内卖的就这么贵,但我说到这儿啊,可能会很多朋友来这么说,我啊,就说,不对,我朋友就在加拿大,人家就免费拿到了这个药,我朋友就在美国,人家就免费拿到了这个药,你就胡说的,这个药在美国没人就是免费,我跟大家说过了,这世界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啊, 不可能有免费的午餐,对不对,是,美国是,啊,分成处方药跟非处方药,那么,非处方药呢,就是我跟大家在药店拍的那些啊,就是你到药店去拿药,对不对,哎,到药店以后呢,哎,这个药,什么感冒药,发烧药,止疼药,这你能随便买啊,这是非处方药,还有一种药呢,叫做处方药,处方药呢,是必须由医生给你,就是,血你才能开的,知道吧,哎,辉瑞呢,就属于一种处方药, 那么,为什么药会分成处方药跟非处方药,那处方药呢,我的理解呢,就是,也不是我的理解吧,基本上吧,它就是,对身体可能副作用也比较大,它的药效也比较强,不同的人吃下去以后呢,它的药效可能也不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处方药一定要由医生给你开,美国啊,包括所有的,这个发达国家啊,处方药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你都不要说人,连狗吃的药,猫吃的药,处方药,你想随便买,你都买不到,都必须要由医生给你写方子,你才能买到处方药,你只能买到非处方药,它是这个样子吧,那么,你去拿这个处方药呢,必须得是,你养了,你得了新冠了,然后医生,认为你的身体是可以吃的, 他就把这个药给你了,明白吧,不是你不用掏钱,在美国我们大家知道,大家都是有医保的,那么你拿医保去医院,那么,哎,这个东西是不走你自己的账呢,它是走医保的账呢,就是说这个钱,美国的医保帮你付了,懂了吧,不是你自己不掏钱,很多朋友啊,来到美国,来到加拿大,来到英国,他容易误解大众的一点,就是这个,经常说美国看病不要钱, 美国这那不要钱,美国这个不要钱,那个不要钱,他这种人吧,就是可能他平时,就是在国内他就不交税,到国外他也不交税,他不交税,他不交医保,天天就占别人便宜,所以说他认为什么都不交钱,但其实大家都明白,这个东西就是医保给你买单了, 是美国政府把这个钱给了,辉瑞五百三十九道一盒,买到这个药,买到订购完这个药以后呢,下发到各个药店,然后药店拿这个药呢,跟你走医保,给你,然后由医保来结算,知道吧,哎,很多朋友说,所以说那就是医保付了这个账,对不对,哎,没错,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是吧,哎,由于呢,我们现在呢, 这个不是还没纳入医保吗,没纳入医保呢,肯定是你自己掏全款的,肯定就虽然说还是这个钱,但你肯定就觉得贵了啊,但我听说啊,是不是北京要把这个东西要纳入医保了,我猜北京只要一纳入医保各地啊,慢慢的啊,也会跟上嘛,对吧,也会跟上嘛,这个大家啊,这个不要激动啊,或者也不要着急,咱们这期单独说说这个辉瑞,这个为什么卖两千九百块钱一盒的这个事啊,就是不跟大家讨论别的,因为大家不要再跟我说,你要是去辉瑞,怎么怎么着,没有跟你在讨论这个,对吧, 你觉得他不可信,你病了,你家老人病了,别吃就行了,你回家喝点什么,熬点汤,喝点中药什么的,也可以啊,这无所谓,对吧,这个人选择嘛,对吧,那别人,你愿意吃什么,谁还拦着你啊,对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讲为什么是这个原因啊,两千九百块钱,其实呢,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国家就故意把药卖贵了,不存在这个东西,好,明白吧,西方也是卖的这么贵,咱们卖贵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两千九百块钱贵的原因,是因为你可能 自己手里觉得两千块钱比较多,你自己的收入比较低,而且这个没纳入医保就这么一个原因,知道吧,就像你测核酸一样,对吧,那是人家医保里帮你掏了钱了,你自己觉得这不是钱,是吧,你平时那样的税啊,交的社会保险金啊,都在这里面,对不对,我经常讲这个东西吧,有很多人 我觉得他可能是小学生啊,他听不懂,你知道吧,有的人就是这样,他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然后你跟他说什么样吗,他说你说的就对吗,对吧,你没法跟他辩论,我说的不对,好了吧,你可以不进来听吗,你觉得我说的不对,你不要进来听不就好了吗,那你说你又要,觉得我说的不对,你又要进来听,那你说这种人,你用一个字怎么形容来着, 是不是这开头的那个字,所以说你就没法说这种人,所以说我们今天说到这儿啊,我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们啊,说到这个药的时候,让别人给你家老人搞这个药的时候,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有些渠道,你可千万得当心,如果你真的拿了这个药,我还是建议去问问医生能不能吃,处方药这个东西啊,不能随便吃,因为西方啊,对这个东西管控的是极其严格,极其严格, 因为对人体稍微有一点的副作用,它都要标出来,它都要由医生来进行验证,所以说咱们这边呢,可能对处方药我不知道管理的是不是,可能也挺严格啊,但我不知道了啊,我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情况啊,就是没事啊,别乱吃药,虽然说有时候情况很紧急,但这个药不是说人人都能吃的,好吧,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们觉得啊,这个药,就是为什么它是这么一个定价,好吧,而且很多朋友也会说啊,你说这个药, 药起的15年的专利期,为什么也这么流氓啊,或者是怎么怎么着啊,你要知道,药起值钱的是它的研发成本啊,并不是生产这个药的成本,你说我有朋友就做医药的跟我说,他说每一种药其实生产出来成本可能就几块钱,一盒药可能成本就几块钱,甚至几块钱都不到,但他前期研发,做实验,做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啊,他要投入大量的成本,所以说这十几年的这个专利期, 二十年的专利期,主要是为了让他们把这个成本收回来,你现在吃的所有的药,包括你看,现在我们人类能有效的控制高血压,有效的控制,就是这个糖尿病,有效的控制高血脂,对不对,三高的药啊,这个什么抗生素啊,都是怎么来的,只是说现在专利期过了,它卖了极其的便宜,包括之前有些男性吃的药啊,都是现在卖了极其的便宜, 因为什么,因为专利期过了,那这个东西,你也就可以仿制了嘛,这东西也不值钱了,然后药企业会把这东西压下来,你就看现在,在咱们国家,我看现在买一个血压药,可能什么的,也就十几块钱,几块钱,是吧,我看在美国这边拿血压药都不要钱,当然也是医保啊,你拿这种A类药根本就不要钱,所以说差不多也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啊,大家正确去理解,那行吧,那这一期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哈,只是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啊,就是它这个,它这个药啊,是这么一回事啊,行,那这期就聊到这儿,以后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的跟大家说,这期聊到这儿,大家拜拜